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Mac大叔 今天就來到台北市大同區 永樂市場樓上的富吉吉咖啡店 這是這一間店的招牌 等一下我再詳細介紹一下環境 小姐妳好 妳好 好,好久不見了 好久不見 那想要請問一下這個富吉吉應該算是文青式的咖啡店 對,它有點類似布料圖書館的概念 因為主要我們家是做布料的 那也是 對 嗯哼 好,那因為妳剛講到說今天沒有這個 減餐嘛 所以就是只有飲料的部分 那咖啡的話您推薦手鬆咖啡哪一種比較具有特色 可能我會比較推薦大眾會比較能接受的淺烘焙 但是它是比較屬於女性喝的 嗯哼 巧克力的口感 對,所以喝起來比較不會說 那麼苦 但是也不會到很酸 它是一個 嗯,熱的喝也很好喝 冷的喝也很好喝 就是不會有那種放涼的咖啡 就不會很色的那種感覺 嗯哼 好,那我就點那個 好啊 嗯 嗯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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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想喝冰的,可以嗎? 想喝冰的? 要喝冰的? 好啊 好啊 好想放冰的 材料 所以我把很多瓶的水放入 可能要多久 要把水放到牛奶 比較少把火 溫度 那平常這邊生意會忙嗎? 嗯...其實應該算是 就是有穩定的客園買 因為我們主要是吃樓上的公園 那過路客的部分 其實不太有人知道這個地方 通常都是一瞬間晃一晃 然後就會走到四樓這裡 才發現這邊有一間咖啡廳 然後再往下走 從這裡走到四樓裡 再往下走 再往下走 1-2-3分钟 我等一下拿冰塊給你 嗯,好,謝謝 那這邊光源比較充足 好,謝謝 這咖啡的色澤很漂亮 現在就喝喝看 名稱感覺還蠻難記的 它是一個很輕柔的感覺 然後還有這個咖啡跟 好像還有一點點那種 水果的清香 沒錯,這像女生愛喝的咖啡 還帶有一點點菸草味 好喝 好,現研磨現沖的就是讚啊 好,名稱很饒舌,可以再問一次嗎 咖啡名稱 其實它就是叫淺烘焙 因為我們手用每次使用的豆子都不太會一樣 就淺烘焙它其實有很多款豆子 嗯哼 對,但是 嗯,可能在 我們可能就是會試過很多款豆子 所以它不會是固定的一個豆子 不會是固定 對,就是隨著季節 或是它當季 因為有些像是 我們之前使用的是SL28 實驗室的那一款豆子 但它在今年就沒有了 對,所以就會一直做更改 那我們就比較統稱為淺烘焙 淺烘焙 對,那豆子系列就是看 依照客人 他比較喜歡喝比較偏酸一點 或是偏茶香一點 或是偏過酸一點 就是都可以克制這樣子 對,都可以做 對,都可以做不同的豆子 去做你想要的淺烘焙的味道 了解 對,那因為是手沖的部分 所以 每一杯沖出來的味道當然都不一樣 嗯哼 對 就是依照當天 你沖 就沖泡的那個人的心情做變化 喔喔喔喔喔 對對對,這我了解 三個人都點淺烘焙 但可能三杯出來的味道都不一樣 嗯哼 對,所以就是覺得 這應該是手沖 蠻好玩的地方 嗯哼 了解 我可以嘗嘗 你喝了嗎 有喝一口 然後就感覺它有這個花果香 嗯 然後味道不會很濃郁 嗯哼 就很輕柔 對對對,就比較適合女生啦 嗯 然後它還有帶一點點那個 菸草味 一點點 嗯 嗯 可以喝喝咖啡 可以喝喝咖啡 可以喝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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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哼 好,謝謝 我這樣受寵若驚都有服務 真的超級好的 哈哈 怎麼會 嗯哼 菸小姐 妳平常應該是蠻喜歡喝咖啡的 其實呢 我不喝咖啡 呃 是喔 對 我不喝咖啡 嗯哼 對 可是因為 就是 人家說的呢 做什麼 就想什麼 嗯哼 對,所以就算你不喝咖啡 我也會學著喝 就也是進到這裡的時候 才開始 學著 喝咖啡 嗯哼 所以其實 說專業嘛 也沒有很專業 嗯哼 就是 摸摸 摸索 自行摸索 喔,我懂了 就是每天不停努力 不停努力的做這樣子 對 每天都喝 一杯 一小杯 就從小杯開始 其實我不太敢喝 我怕咖啡味 嗯哼 對 就每天一小杯一小杯 對 漸漸你就會大概知道 喔,你今天沖出來的味道是哪一種 今天喝的豆子是哪一種 嗯哼 對 所以其實 也沒有說 非常的 了解 咖啡這一塊 嗯哼 對 好,那你覺得 有像我講的那樣嗎 還是 嗯,差不多 差不多 差不多喔 對 嗯哼 差不多是你講的那樣 嗯哼 這一款豆子是真的 還不錯 嗯哼 應該算是我 不喝咖啡的人 算能接受的一款味道 嗯哼 對 對 就不會到時候 像咖啡的那種 苦 嗯哼 對 這不是那麼濃郁這樣 對 所以我覺得 這是我能接受的 嗯哼 所以我推薦這個給你 嗯哼 對 鎖的款式那麼多 嗯哼 對 它的 風味也都不一樣 嗯哼 嗯哼 了解 嗯哼 好,那其實我覺得 有這樣心就 蠻難得的 嗯 因為每天你都會 不停去嘗試咖啡 就是每天都去試 就是不會說 因為你做慣了 然後就不去試它 嗯哼 這樣就很危險了 就像飯店的廚師一樣 他有時候做 做菜做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他就不想吃味道 就啊這樣做做做做 就做做做做 就變成一個很機械式 對 對 這樣就變成你沒有那個 情感在菜裡面 對 嗯嗯嗯 我覺得是 對 因為光這樣子其實 你也可以從中 跟客人有互動 嗯 你可以了解客人的喜好 嗯 其實也算是一種 不用出去做試料 你就在店裡 你就能知道 你的客人喜歡什麼 嗯哼 你所屬的客人 大部分都喜歡 哪一種風味的豆子 嗯哼 你也不用去說 做太多的 每一款豆子你都要試 嗯哼 就你會大概知道 我的客人就是 偏向你比較喜歡酸的 或是偏向你比較喜歡苦 比較喜歡濃一點 嗯 嗯哼 對 其實我覺得跟心情有很大的關係 如果說今天心情很快樂 就是 蠻適合喝這種清油的 如果說今天可能心情 比較煩悶 或是比較累 就可能就想喝比較濃郁的咖啡 嗯 嗯 對 嗯哼 喝吧 好 好 好 能跟這個咖啡師聊天 我覺得很開心 就是 你也願意分享這個製作咖啡的心情 給大家知道這樣子 有稱不上咖啡師 嗯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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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努力學著 嗯哼 走往咖啡這條路 嗯哼 嗯哼 辛苦了 好 原先聞原是很漂亮小姐 但是其實這個 職人的態度是非常的專業跟認真啊 不錯吧 嗯 就它冰的也不錯 嗯 熱的也不錯 嗯哼 我覺得味道不會說真的差得非常的大 嗯哼 算是一款還不錯 嗯哼 讚 好所以就可以滿分 好乾杯 乾杯 哈哈 好讚 嗯哼 好喝 吃吧 嗯 是真的好喝 嗯哼 嗯哼 來 OK 謝謝 因為你要喝冰的你們不加冰塊 嗯哼 好 因為有時候就會 可能 比較悠閒一點的時候 嗯 可能客人坐 一個人坐 或是兩個人坐 可能就會帶著一壺咖啡 嗯哼 幾個杯子 然後就過去 到定 到位 客人那邊 嗯哼 就是 可能一個人吧 比較多我是屬於一個人來的時候 我可能就會坐下來 跟他聊個天 嗯哼 對 帶著我一壺咖啡 然後杯子 嗯哼 對 那可能就坐下來 就覺得說 咖啡可以拉近 人跟人的水平 嗯哼 對 所以你可以 就不會讓別人有 那麼大的分配性 我覺得這是一個 我們 我們把 每一個客人 都當作是朋友 嗯哼 對 不會 那麼的 拘謹 就是像是說 就是客人跟 店家的關係 店家的關係 對 所以就是可能 有時候比較閒的時候 就拿著一壺咖啡 然後可能就坐到客人的對面 就可能聊個天 知道一下 哎 你從事什麼 你做什麼 你喜歡咖啡 我覺得其實 在我認識到 蠻多的是 哦 他喝的咖啡次數真的是 很就是很高 然後再來就是 又有一些什麼咖啡師症照 嗯哼 所以其實從裡面 就是你可以 就我也可以學習到 就是我說 哦那你可以常常看 我今天衝的如何 怎麼樣 等等 對 然後 他就會 對方就 比較放下那個 心裡的 那種防備感 嗯哼 對他就可能把你當成 是一個朋友的概念 在跟你聊天 嗯哼 但是我有可以從他身上 學習到很多 嗯哼 可能不管是他是咖啡燈灶 咖啡師 等等之類的 等等 有可能又變成是 他來教我 嗯哼 做咖啡這件事情 我覺得都是蠻有趣的 嗯哼 就沒有說我是店家 所以我對咖啡 我是一間咖啡廳店家 我對咖啡就一定完全了解 嗯哼 對 有可能我來的客人 比我還更了解他 嗯哼 對 所以我覺得都是蠻有趣的 嗯哼 接觸吧 嗯哼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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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哼 好不過剛剛我們聊了大概快二十分鐘 還是一個客人都沒有 哈哈 現在是早餐 嗯哼 大概到下午了 對 剛剛到下午了 嗯哼 好那你應該是只有平常日才會在這邊嗎 假日就比較不會 對 可是我們這邊禮拜天公休 睡的呢是一到六 嗯哼 對 那假日的話就不是 我就不太會在這裡 嗯哼 對 我是平日才會在這邊 歡迎來找我聊天 嗯哼 哈哈哈哈 OK 很多 小時候夢想很多 好 繼續 對 可是唯獨堅持下來的就是 我想要開一間咖啡廳 嗯哼 對 小時候夢想當護士 當導遊 其實這種 比較有關聯性的東西 可能 你可能會比較容易去做到 我覺得啦 對 但怎麼樣 就是也會有一個 真的很夢幻的夢想 就是開一間咖啡廳 嗯哼 但對於現實的我來講 我從來都不喝咖啡 嗯哼 對 我從小到大都不喝咖啡 何況到我這個年紀 就是我還不會是說 我每天一定要一杯咖啡的那種人 嗯哼 不會是有咖啡中毒的那種狀態 對 但是依舊就是 還是堅持著 想要開咖啡廳的 這一個 夢想 幻想 對 所以我真的是 覺得 蠻特別的經驗 所以很多人都會覺得說 嗯? 你開咖啡廳 那你 不就 很喜歡喝咖啡 對咖啡很了解 對 但是 其實 並沒有 真的 並沒有 嗯哼 純粹真的就是一個 堅持了這麼久的夢想 我把它實現而已 嗯哼 嗯哼 就這樣 嗯哼 那我相信別的餐點也一定很好吃 只可惜今天剛好沒有 對 今天剛好沒有 那我剛剛看Menu上 豆丹上還有別的飲料 應該也都蠻推薦的 嗯 其實我們這邊比較推薦就是 咖啡跟茶飲 嗯哼 因為我們茶飲是 是用德國茶 對 所以它其實茶飲的部分 有蠻多的品項 是不是叫什麼德國草本茶 嗯 都有 國寶茶 成香福爾 或是一些 玫瑰芒果綠 對 其實我都覺得 這幾款茶都是 算是我 也算是蠻推薦的 對 因為有些人 當然 不喝咖啡的也是有 對 那當他不喝咖啡的時候 就會推薦茶飲的系列給他 嗯哼 你可以有選擇 對 不會說來咖啡廳 就真的只有咖啡的選項 嗯哼 對 了解 嗯 嗯 嗯哼 嗯哼 那您覺得茶裡面最喜歡的一款 茶裡面最喜歡的那一款 嗯哼 嗯哼 我喜歡玫瑰芒果綠茶 嗯哼 清爽 玫瑰芒果綠茶 對 因為他的芒果綠茶 他不是說什麼 什麼 真的芒果 的水果 加在綠茶裡面 那種 不是 他是那種 茶葉本身就是 跟芒果 可能芒果乾 這種結合在一起的 對 所以他本身他的茶 就帶有芒果味 很重的芒果味 好 那還是來一杯看看好了 好 好 就直接嘗嘗看 好 那這個就是給不喝 你聞聞看 嗯哼 味道很香 對有芒果香 嗯 好 那我以前喝過就是那個 德國草本茶 只有記得這一個而已 喔真的 啊 對對對 哈哈哈哈 嘿 那溫度要講究嗎 還是 其實茶的溫度 因為我們使用的這間茶的溫度 它其實沒有到很大的講究 因為它本身茶葉就好 嗯哼 三分鐘 三分鐘 對 我推薦給你的那一款 就是這個 那個 玫瑰芒果綠 嗯哼 玫瑰芒果綠 好 柏芒果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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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咦 柏芒果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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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想要加糖也可以 就是幫觀眾 對想要加糖也可以 可是當然就是 還是會不推薦 嗯哼 不推薦 對有些東西真的是要喝它的一個味 你才會覺得說 嗯 就是 才喝得出它的東西 嗯哼 那就稍等吧 OK 好 那什麼東西都一樣 只要現做的 現泡的一定就好喝 對啊 像餐點也是一樣 如果是現點現做的 然後食材新鮮 幾乎就好吃 嗯 嗯 餐點就是 走吧 掰 不過 從目前目測上來看的話 這個顏色看起來是 偏淡 感覺上 對 可是其實我們的茶 都可以做回蟲 在店內 對 如果是內用客人 我的茶都可以幫你做回蟲 好那現在就喝喝看 嗯 它也是那種輕輕柔柔的感覺 對 然後帶著那個水果香 嗯 會不會是因為你的個性 也是很輕柔的關係 哈哈哈哈 我個性不輕柔 這樣喔 嗯 就是會有 尾韻會有一個 淡淡的芒果味 對 尾韻有淡淡的芒果味 不會很重 對 喝起來就是不會有 那麼有負擔 嗯 的感覺 嗯 對 很清香啊 就是 我覺得說我們的產品 為什麼就是可以不用加糖 就我也不會問你說你要加糖 因為它其實本身就會有一點甜甜的味道 嗯哼 對 嗯 好 好喝 那這個就是推薦給不喝咖啡的朋友 好這蠻適合跟情侶啊 或者是朋友來這邊聊天啊 這樣 嗯 是 你想要包場 我們這邊主要是接到的都是一些包場的客人 嗯哼 對 他們可能想要開課程 這邊其實很適合開課程 因為安靜 嗯 對 你不會到可能一般的餐廳 在那邊有吵雜聲 老師在講話都聽不到 的那種感覺 對 所以其實蠻多 像是一些手作課程 或是一些 一些 交流的 一些 船直銷 哈哈哈哈 那種嗎 嗯 反正其實 就會蠻多人來選擇 在這邊做包場的活動 嗯哼 對 嗯 那有需要低銷嗎 如果是包場的話 包場的話就是每個人一杯飲料 主要是以依你的人數去看 你的消費方式就會不一樣 嗯哼 對 人數多 那當然可能就是 可能收的是認同費 嗯哼 那飲料這些就是 無限供應 無限供應 對 但是主要就是 一人數 來決定 那人數比較少 就是最基本的 就是 低消一杯飲料 嗯哼 了解 對 但是我們也沒有限時間 嗯哼 對 好 那就只有唯一條件 您會在這就對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那個人覺得這個 店家很堅持喔 所以覺得這個 喝得出職人的感覺 好 所以就都是滿分 讚 朱波波這邊不像一般的 可能會擺個電視機啊 什麼音樂台還是什麼之類的 沒有這種想法 有時候是一個 我覺得那種東西都太 就希望來這邊就是你可以放送 不要有太多的 就是 再多一些焦點存在 嗯哼 對 你可以每一塊 都是你可以 放送的地方 嗯哼 對 因為其實旁邊這些 其實就是很近吧 嗯哼 對 所以你看每一塊 你都可以發呆 嗯哼 對 不會有說 嗯 可能多了一個 五顏六色的電視機 這樣子的 嗯哼 東西出來 讓你們就是在 Focus在那邊 在外面也是這樣 然後你們在這邊都要這樣 我就會覺得 嗯 這可能不是我想要帶給 這邊客人的感覺 嗯哼嗯哼 OK 好 謝謝 好 所以今天這支影片的時間 也會比較長 是接近這個 好像是訪談式的感覺 的 Fu的影片 嗯哼 就有點像是店家跟我 像是朋友一樣這樣的對談 嗯哼 我喜歡這種 嗯哼 好 謝謝 那這邊有客人 OK 好 那周遭環境就拍一下 有擺一些小視頻 好 這邊還有一些包包類 可以再詢問一下 還有這個花朵 就是這個文青鋒 還有一些衣服 好 那價錢再問一下店家 應該算是這個 手 自創品牌吧 應該是 好 那場地 我覺得應該有 應該有快30瓶啊 應該快30瓶吧 應該20 20幾 20喔 差不多20 左右 租金會不會很貴啊 租金呢 都來參訪 就不貴 趕緊來找我 要先 ok 喝咖啡 好好 那就謝謝店家 沒關係 謝謝 好 那各位來就祝你喝得開心 然後有咖啡有飲料 也有減餐 然後還有一些這個 溫馨的製品 好 掰掰